这是近年来中国涉案人数最多的谋杀案 2012年河北邯郸 一名矿工惨死于矿井之下 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名矿工竟然是被21人精心设计和谋杀害的 而且这21人竟然还组成了一个谋杀团队 更令人发指的是 这个团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作案了四次 天衣无缝地夺去了四个人的性命 在中国河北省南部的邯郸 蕴藏着丰富的铁矿石资源 这里被誉为现代钢城 同时也聚集着大量下矿井采石的矿工 但下井采矿的过程是十分危险的 每年都会有很多矿工丧命于矿难之中 在邯郸社县西虚镇的智永铁矿厂 曾经就发生了一桩矿难 但这起意外却颇为离奇 当时是2012年8月2号晚8点左右 矿工罗师勇、徐称德、陈荣来、严世勇等五人到井下干活 原本这只是正常上工 却没想到一个小时后 陈荣来、严世勇申紧回到地面 急忙跑去告诉包工头 矿工罗师勇在井下放炮后被石头砸死了 一听出了人命 矿工立即通知了矿工罗师勇的家人 奇怪的是 罗师勇的家人来了之后 完全没有提及罗师勇的情况 而是直截了当地聊起了赔偿款 张口就要了100万 矿主尤其注意到罗师勇的妻子马金花 因为他看上去一点都不悲痛 按理说 自己的丈夫意外身亡了 一时间肯定接受不了 但罗师勇的妻子却平静异常 张口闭口谈的都是钱 一点都没关心罗师勇的样子 察觉到异样的矿主悄悄地报了警 警方的忽然到来 让罗师勇的家属有些意外 他们便立即改了口 把原本要求的100万赔偿金 降到了20万 似乎是急于拿钱走人 警方也察觉到了这些人的异常 于是先把这些人稳住 将他们安排在宾馆住下 随即展开了调查 警方率先从受害者罗师勇入手调查 随后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疑点 那就是 罗师勇身份证上的照片 和矿警遇害人的照片 有很大的出入 警方推测 遇害的 根本就不是罗师勇本人 而那些自称罗师勇家属的人 恐怕也是冒充的 于是警方把那些家属都传唤回警局进行审问 然而经过证实 警方却发现 那些人的确是罗师勇的家属 从这个角度找不到突破口 警方转而对矿难现场进行勘察 警方发现 矿警的巷道被崩塌下来的土土柱 旁边还遗留着铁锤和安全帽 然而铁锤摆放的十分整齐 是树立地靠在巷道上 并不符合爆炸以后现场的情况 随后 罗师勇的法医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结果显示 在遗体的头部 胸部 背部 发现了多处盾气击打伤 显然 这些伤口并不符合爆炸 以及塌陷以后 石块砸击身体造成的伤况 这些线索集中到一起 让警方不禁怀疑 矿工罗师勇死于他杀 而非矿难 随后警方便对罗师勇一起下警的 徐称德 陈荣来等人进行了审问 在警方的压力和矿难现场 和法医鉴定结果的确凿证据面前 他们不得不承认了杀害罗师勇的事实 徐称德等人向警方交代 当天下警后 徐称德趁罗师勇不备 从背后用铁锤砸晕了他 随后还朝他的头部 狠狠地补了两锤 罗师勇便很快就没了气息 这时严世勇将断气的罗师勇身体翻转 让他的面部朝上 方便陈荣来将他毁容 做完这一切后 他们就点燃了炸药 伪造了罗师勇 是被炸掉的矿顶落石砸死的迹象 爆炸过后 他们担心罗师勇命大 先后用铁锤 在罗师勇的左右内部 施以多次中击 确保罗师勇绝无生还的可能 几人老实交代了作案经过 而对于警方最关心的 罗师勇的真实身份这个问题 他们却支支吾吾答非所问 这样不正常的反应 引起了警方更大的怀疑 在警方的连番审讯下 陈荣来几人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死者真的不是罗师勇 而是一名叫做李子华的四川人 他是第一次来邯郸的矿场务工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警方从陈荣来几人口中得知 李子华来到邯郸下井 也是被算计好的 原来这场矿难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陷阱 事情的真相 还要从2012年6月的一天说起 那天正在成都工地干活的李子华 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刚接通 那个女人就说摁错号码了 打错电话了 这原本也是挺正常的事 可那个女人 却对毫不熟悉的李子华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自内之后 就时不时主动打电话 嘘寒问暖 两人在电话中相谈甚欢 于是经过一周的电话联络后 两人见面了 那个女人名叫王振秀 长得白白净净 十分漂亮 让李子华对她一见倾心 王振秀还完全不嫌弃李子华 只是个水移工 主动掏钱 与李子华去了宾馆 李子华感觉 王振秀不是嫌贫爱妇的拜金语 这让她对王振秀更加满意 干脆直接把王振秀 带去了唐姐家 让唐姐把把关 顺便也让王振秀 认识自己的家人 拉近两人的关系 李子华的唐姐 了解两人的偶然相识之后 感觉有些不靠谱 就告诫李子华 还是找个老实本 分的语人过日子稳妥 但李子华并未听进去 反而一再向唐姐讲述王振秀的好 两人经过此事 感情反而越发坚固 甚至王振秀都坚定表示 以后就更定李子华了 但他希望 李子华对两个人的未来 要有个长远的打算 于是王振秀就向李子华提起了 河北邯郸有许多铁矿 矿工工资比较高 而且他在邯郸有许多熟人 可以介绍李子华到矿上去打工 王振秀向李子华保证 等李子华挣够了钱 两人就结婚 李子华对心上人是百一百顺 想都没想 就跟着王振秀一起去了邯郸 谁料王振秀在李子华 马上就要去铁矿登记的节骨眼上 不小心弄丢了李子华的身份证 情况紧急 王振秀就找朋友 替李子华借了一个身份证 那身份证的所有人 就是罗石勇 于是李子华顺理成章的 以罗石勇的身份 在铁矿登记 当了一名矿工 2012年7月27日 王振秀亲自将李子华 送到了矿井口 嘱咐他好好干活后 就离开了 李子华信心满满的 要给心爱的女人 这份好生活 却未料六天后 也就是8月2日 李子华就意外死于矿难 可是此事发生之后 李子华真正的家人 并未接到任何矿方 或公有的通知 前来矿场要赔偿金的 却是罗石勇的妻子 马金花 岳母张国权 小姨张伟兰 等一众亲属 但明明此时 真正的罗石勇 还活得好好的 正在上海的一个工地打工 查到这里 警方立即意识到 这起人为操作的矿难背后 或许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于是立即展开了 更加深入的调查 随着警方抽丝剥剪般的调查 一个以张伟兰为首的 21人杀矿友 片培团伙 终于浮出水面 截止李子华案发时 这个团伙就已经连续作案四次 而他们的作案手法 与李子华案如出一辙 整个作案计划的实施 环环相扣 甚至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从招黑工到冒名顶替 甚至是锤沙工友 再到索赔 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这个团伙成功片赔了 约185万元 查清了整个作案环节 掌握了实质证据后 警方立即抓捕了张伟兰 王振秀等 同时也揭开了 这个片培团伙的所有秘密 这个团伙是由21名 来自四川云南等地的农民工组成 他们对于杀人骗保的实施 有着严密的运作机制 在死亡计划的实施中 与李子华相恋的王振秀 相当于公司负责招工的人力资源经历的角色 对未婚且年龄和他相仿的男子 王振秀就会使用美人计 负责出马钓鱼 并向对方承诺 外出打工挣钱后 就一起回去结婚 等于上钩后 王振秀就负责将鱼带到作案地 转给死亡计划中的另一拨人 来负责实施下一环节 而对于已婚且年龄很大的鱼 明显与王振秀不般配 王振秀就会安排团伙里 其他更合适的女人来接手 而且鱼的选择也是有考究的 片培团伙 通常会选择那些家境贫穷 在社会中没地位 最好是无人关注的人下手 这样即使他们消失了 也无人问津 从而大大降低了作案风险 鱼到手后就要改变鱼的身份 以便为日后顺理成章的索赔奠定基础 比如上钩后的李子华 她的辩称工作 则是由团伙中的主要成员 张伟兰来实施的 张伟兰的四姐张国权 有个女婿叫罗石勇 罗石勇1983年出生 年龄和李子华相分 张伟兰和张国权到处这个计划后 张国权就让她的女儿马兴花 将罗石勇的身份证 寄到了河北 交给了张伟兰 在安排李子华下矿井打工时 王振秀使出一番计谋 李子华也就顺理成章的 成为了罗石勇 至于片培矿井的选择 也有考究 片培团伙会先对矿井进行踩点 首先 他们不会选择规范的大矿企 因为大矿企 对员工的身份审核 通常很严格 不容易蒙混过关 而小矿的管理 则一般比较松散 操作也不规范 没有很大的官方背景 发生矿难后 就想借钱消灾 毕竟自身不规范 如若事情闹大 政府一查 搞不好矿井也会因此被查封 并且在选择小矿的基础上 还要选择那些 有点经济实力的矿企 至少出事了 矿主赔得起钱 这个环节被称为踩点 主要由团伙中的王昭松实施 片培计划中的第四个环节 就是杀害 2012年6月21日至7月22日 在这一个月里 王昭松先后将李子华 骗到事先采购点的三个矿场 试图谋杀 但最终都没有得逞 最后一次 他们选择在河北省社县 西虚镇的矿场下手 动手前 张伟兰还带领团伙中的 严世勇 李天才等人下矿井查看 他们分析后认为 这里可以作案 7月27日 王振秀将男朋友李子华 送到了矿井口 让他好好干活 挣了钱就回去结婚 但六天后 迎接李子华的 不是新娘王振秀 而是工友们 丧心病狂的铁锤 还有他们点燃炸药的 隆隆爆炸神 最后的环节 就是最重要的 谈判片赔环节了 在索赔时的谈判 冒充者马金花 对李子华身上 有几颗黑痣 挤出伤疤 说得头头是道 但这些 其实都是王振秀的功劳 王振秀的头脑清晰 在他负责的环节 他所走的每一步棋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包括和李子华 发生关系时 王振秀 都会记住李子华的身体特征 并讲给了马金花听 而马金花 则一一铭记在心 只为在片赔环节 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团伙每杀一个人 团伙中的每个人 就可分得三万元至四万元 亲自挥锤杀人者 则多拿一万元 自2011年10月 至2012年8月以来 片赔团伙以同样手段 先后谋杀了李子华等四名工友 截止到案发 片赔团伙 诈骗共计185余万元 2014年4月9日至11日 这桩特大系列杀人片赔案 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一审判决认定 被告人王振秀 张伟兰等21人 为骗取巨额财产 以打工为名 先后将同乡 骗至武安 设县一带铁矿 利用在井下干活之际 将被害人杀死 伪造矿难事故假象 后冒充死者亲属 诈骗矿主巨额钱财 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法院一审 以故意杀人罪 分别判处被告人 张伟兰 张骏 张成勇 徐称德 严世勇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王华涛 谢友贵 陈荣来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他被告人 也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 一审判决后 骗陪团伙中的不少人 还提出了上诉 但法院驳回了上诉申请 依旧维持原判 至此 如此胆大妄为的21人 全部都获得了严惩 按照杀人偏培计划的运作逻辑 如果不是因杀害李子华而案发 可能还会有更多人 被垂死于矿井下 此案也被称为现实版的盲警 只能说 人本就是善恶一体的 当正道满足不了心中的欲望之时 恶念就会汹涌而来 关于这种案件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